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像下面这个样子 少误或者相信了 然后就把环球改掉了 那这个时候呢 攻击者呢 他肯定就是这个表情的 那我们的网络剪刀手呢 也是通过这个原理 那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图中呢 有三个角色 无辜的受害者 路由器 还有攻击者 那我们受害者的ARP环存呢 他本来呢 是指向路由器的 那系统呢 根据ARP环存呢 就可以和路由器通信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攻击者呢 就发出了一个伪造的ARP应答包 那应答包的内容呢 就是指名 192.168.1.1 然后这个IP地址的MAC地址呢 是42B2就什么什么的 那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不存在的MAC地址 然后呢 我们的受害者呢 他就把ARP环存呢 就改掉了 那系统呢 就把一个本来应该发送到路由器的数据包 就发送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一个MAC地址 那和路由器的通信呢 就断开了 那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的无辜的受害者的计算机呢 就肯定就是这个表情的了 就一脸懵逼了 那这人呢 就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受害者和路由器的网线呢 就不是还连着的吗 那这个呢 是一个物理连接呢 就不应该会断开啊 那这个问题呢 我们要从连路程去解析 那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讲连路程时候的知识 那当我们的路由器呢 接收到一个目标MAC地址 不是自己MAC地址的数据包的时候呢 它就会检查自己的所有端口 就看一下有没有符合MAC地址的设备 那如果没有呢 这个数据包呢 就会被丢弃了 那我们的受害者的数据包呢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发出去的包呢 就都被路由器丢弃了 那就得不到路由器回复的数据包 那这个连接呢 就断开了 那我们现在来实战一下 这种基于ARP气骗的断网方法 那我们来打开 我们之前编写的ARP SAM程序 来发送伪造的ARP硬搭数据包 那为了方便看到欺骗的结果呢 我这里呢 就会局域网内另一台计算机建立一个远程连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远程计算机上的ARP环存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192.168.1.1这个IP地址呢 就是我们路由器的IP呢 它的MAC地址呢 就是指向路由器的MAC地址 那现在呢 是一个正确的MAC地址 那我们现在呢 来发送伪造的ARP数据包 我们来填写ARP SAM程序上面的信息 那我们的 Ethernet V2的原MAC地址呢 就是本机的MAC地址 那我们可以用IFCOM来获取 那目标MAC地址呢 就是这一个192.168.1.102它的一个MAC地址 那这里呢 我们可以用ARP的环存表来获取 那ARP包文里的目标MAC地址呢 和Ethernet V2里呢 是一样的 那这里直接粘贴就好了 那ARP包文的原MAC地址呢 这里我们呢 随便写一个不存在的MAC地址就可以了 我们胡乱编造一个MAC地址 OK 那这里的原IP呢 就是我们路由的IP 因为我们呢 是伪造从路由器发出来的ARP包 那目标IP呢 就是这个102 然后修改成回复包 接口就是路连灵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们这一块远程计算机 我们确保呢 它是 现在是能够上网的 那这里呢 就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来发送伪造的ARP数据包 好 发送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目标计算机上的ARP环存呢 就已经被我们改掉了 那我们现在来 新开一个网页 看看能不能访问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这个呢 已经是卡住在那里了 那现在呢 我们的ARP环存表呢 它是已经被修改了 那是为什么这个网页呢 它还能够访问呢 就是前面卡了一下 但是后面又正常访问了 那这个是不科学啊 那我们下来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ARP环存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环存表呢 就已经被改回去了 那这个不科学的事情呢 它还是发生了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那我们来抓包分析一下 那我们打开Wireshark 来补货我们刚刚发生的一切 那这样我们补货没了 那因为是ARP协议呢 所以我们只补货ARP包就可以了 我们过滤一下 那我们下来 重新发送伪造的数据包 那这里可以看到呢 这个伪造的数据包呢 就已经被捕获了 那我们重新打开游览器 那我们下来到 retreat OK 现在这个网页就三次被成功打开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捕获到的数据包 这里我们发现 我们的计算机被欺骗之后 虽然是懵逼了一下 但是就很快就清醒过来了 当计算机发现自己上不了网之后 它就会重新发出ARP的请求包 来获取路由器的Mac地址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那开始这个请求包的目标Mac地址 都是我们欺骗的Mac地址 但是事不过三 那第三次的时候 就第四次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这个Mac地址它是错误的 就发出了一个广播包 这样就获取到了一个正确的Mac地址 那这一个连接就恢复了 那网络简单手它是怎么抓到断网的呢 那答案呢就是不停的发送欺骗包 不停的修改目标计算机的ARP还存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那我们呢现在就来发送欺骗包 然后同时在浏览器 形态一个窗口 然后呢我们继续发送这个欺骗包 然后不停的发送 那这里呢这个网页呢就已经是无法打开了 现在已经无法访问了 那我们再试一次 那结果呢还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捕获到的数据包 那这一次呢 因为呢我们呢不停的发送这个欺骗包呢 计算机呢就目标计算机呢 甚至呢是已经没有挣扎了 就没有发出请求包了 只是在我们停止发送欺骗包的时候呢 它才发出请求包 去获取这个路由器的Mac地址 那因为呢ARP呢采用的是信任模型 那我们来想一下 除了回复包 那请求包可不可以修改对方的Mac地址呢 那我们现在回到PET 那这一个呢答案是肯定的 那攻击者呢发出伪造的ARP请求数据包 也可以修改目标的ARP还存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过程 哥哥记住我是路由器 我的IP地址呢是192.168.1.1 我的Mac地址呢是5213什么什么的 那我想问一下呢 你的Mac地址是多少呢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受害者计算机呢 就是这个反应 那既然192.168.1.1 那用的是5213那什么什么的 这个Mac地址 那用的是这一个Mac地址问的 那他应该也是这一个Mac地址了 那我顺便要把环程改了吧 那我们的攻击者呢就又得逞了 我们来看一下用请求包 来做网络剪刀手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那本来呢 我们的受害者呢 和路由器呢是正常多性的 然后我们的攻击者呢 发出了伪造的请求包 那伪造路由器向受害者计算机 发出获取Mac地址的ARP请求 那请求包的原地址呢 就是42B2这一个不存在的地址 那我们的受害者计算机呢 它的路由器的ARP环程呢 就又指向了这一个不存在的Mac地址 那和路由器的连接呢 就又断开了 那这一次我们受害者计算机呢 就是一个大写的懵逼了 那我们现在呢 来尝试一下用请求包 来做ARP欺骗 那首先呢 先清空YSARC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ARP环程呢 就还是正确的 那其实呢 我们ARP CM程序上的信息呢 其实是只需要修改 请求类型就可以了 那其他的我们发现呢 其实都是一样的 那现在我们来按一下发送 OK 那我们看到呢 这一个目标计算机上的ARP环程呢 就又被我们修改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YSARC的抓包结果 那这里呢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发送了一个伪造的请求包 那在我们发送的伪造请求包之后呢 我们的目标计算机呢 还向这一个不存在的Mac地址呢 回复了一个ARP包 那我们这一部分的实践呢 就完成了 那我们除了欺骗目标机以外呢 能不能欺骗另一端 欺骗路由器呢 那这一个答案呢 是肯定的 而且呢 是一个更加好的选择 那我们欺骗目标机的时候呢 因为要发包到目标机 所以呢 会被ARP防火墙检测到 但是呢 如果我们欺骗路由器的话呢 我们发的ARP的欺骗包呢 是不会经过目标机的 那ARP防火墙呢 就检测不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我们回到BBT 那正常的通信呢 它是双向的 受害者呢 把数据包发给路由器 路由器呢 再把数据包转发到英特网 然后呢 把英特网回复的数据包呢 就转发到受害者 那这一个时候呢 我们的攻击者呢 就对路由器发出了欺骗 那我们的路由器的ARP还存呢 它就被改掉了 把所有本来从英特网 发到受害者数据包呢 就发到了这一个 不存在的Mac地址 那因为呢 受害者发出去的数据包呢 它是得不到回复 那我们的受害者呢 这个时候呢 也断网了 那这一次呢 就是死脸茫然了 那我们现在来实战一下 欺骗路由器 我们来修改一下ARP上ARP 上面的信息 那目标的Mac地址呢 就改成了路由器的Mac地址 那原IP呢 就是我们受害者的IP 目标IP呢 就是我们路由器的IP 那么现在来试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目标机 那现在呢 是可以正确的访问百度的 然后我们来轻控WideShark 我们现在来欺骗我们的路由 那我们先看一个标签 我们来发出持续的欺骗 OK 那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个百度的网页呢 就已经无法访问了 然后这里我们看到呢 这一个目标机的ARP环存呢 是并没有改变的 还是指向正确的路由器的Mac地址 但是这一个网页呢 就已经无法访问了 这个网络就已经断开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WideShark捕获到的数据包 那WideShark里面呢 只是有一些 我们这个目标机 因为上表网就发出 对这一个路由的一个ARP的请求 这些呢都是一个很正常的请求 就是从目标机发出去的 而不是我们这个计算机 发到目标机的一个ARP的欺骗数据包 那所以呢 这个ARP防火墙呢 它是不会检测到我们的攻击的 那我们的攻击呢 现在是相当的成功了 那我们了解了网络剪刀手的原理之后呢 我们现在来开始编写 我们自己的网络剪刀手 那我们打开QT 那这一次呢 我们呢就不需要再新开一个工程了 在主机存和扫描工具的基础上呢 来添加网络剪刀手的功能就可以了 那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关掉 那因为呢 现在我们的程序的功能呢 就已经改变了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修改一下它的界面 那首先呢 我们把整个窗口拉长 然后我们把列表框拉长 那因为呢 现在我们的列表框呢 上面要显示的信息呢 就已经不仅仅是IP地址和Mac地址了 现在呢 要显示欺骗的对象 欺骗的方式 还有呢 是否已经将目标机断网 那我们呢 来添加三个字段 那首先呢 第一个呢 就是Poofing 那这一个呢 来表示欺骗的对象 表示Network 只要表示 是否已经将其断网 是否已经将其断网 那先用一个呢 就是OP 来表示呢 是使用请求包机片 还是硬大包机片 那我们来修改一下 我们列表框 自断的宽度 OK 那么界面呢 就已经修改完成了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窗体文件 然后我们来修改一下 Edahost的函数 我们来为列表框 来添加默认值 那这里呢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那默认呢 就是欺骗目标机 而不是欺骗网关 默认开始呢 是不欺骗的 默认呢 是使用回复包来欺骗 OK 那我们来运行 看一下效果 那这里呢 就成功显示了 我们的默认值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完成了 那我们开始欺骗的时候呢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 哪个是王冠 那这里呢 我们要采用 人工设置的方式 而且呢 如果我们要改变 欺骗方式啊 或者是欺骗对象啊 我们还需要改变 列表框上的信息 那我们呢 就为列表框 来添加一个 邮件菜单 来方便我们的修改操作 然后我们在窗口的 固件函数里 添加代码 这里呢 我们使用QS损类 来添加 邮件菜单 那首先呢 就是设置 网关的邮件菜单 那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显示的文本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要显示 邮件菜单的对象 然后呢 在列表框 空间呢 就来添加这个对象 然后呢 在图文件里面呢 就新建一个潮汉树 来响应这一个 邮件菜单的事件 那我们顺便也把 其他邮件菜单的 长安书写完 那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复制粘贴 然后修改一下名称 就可以了 切断目标主机的 长安书 然后是恢复目标主机 网络连接的长安书 修改欺骗对象 为目标机的长安书 这个呢 就是修改欺骗对象 为网关的长安书 然后是 修改为 用请求包来欺骗 这一个呢 就是修改为回复包 OK 那么长安书呢 就都定义完成了 然后我们回到 这个文件 我们来连接 这个型号槽 OK OK,那我们设置网关的右键菜单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通过复制粘贴把剩下的菜单也搞定 直接复制就好了 2 5 5 1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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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